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这十年来大家比较容易在媒体 或是公开场合上听到忧郁症这个词汇 但是职场上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 焦虑症或者是焦虑 这两个词汇恐怕很多人就是一知半解了 不管是忧郁或是焦虑 常常第一时间表现出来的都不是情绪上的变化 让人很难当场发觉到自己正在忧郁或是焦虑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慢性焦虑》 作者是资商心理师庄博安 我们会分成三段影片来解说 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深入阅读这本书《慢性焦虑》 市面上一大堆身心灵领域的书 都在教你如何改变自己 被网友戏称为自救书 多数自救书是很个人经验的 读者其实是无法一样化呼噜来进行自救 另外有一些自救书不免要写一些病患的个人故事 这类型的自救书用来当作故事书看一看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要用来了解自己还有改变自己 那就会变得很有问题了 我认为今天这本书《慢性焦虑》有别于刚刚说的那两种自救书 如果你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 或是你是一个很理性逻辑思考的人 这本书会很适合你用来理解职场 跟生活中常见现象的背后心理机制 再度提醒大家 就算我们看完了这本书 我们还是需要有专业 有执照的资商心理师 来帮我们厘清个人问题的根源为何 现在就先请Arene跟我们解说一下 作者是怎么解释焦虑 也就是焦虑这件事在医学上的正确定义 避免还是有人一直怀抱着误解误会 来解读焦虑这件事 焦虑指的是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有所担心 它跟恐惧不一样 恐惧是针对眼前的危险做出情绪的反应 但焦虑是对未来的危险在情绪上预先反应 焦虑是生物基本的生存反应 焦虑会保护我们免于受到危险的伤害 现在更容易遇到的状况是 当我们身边没有这些明显的外在危险 但焦虑的反应仍然无所在 在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的时候 理智上知道我们不应该有强烈的负面情绪 但内心的感受却有不一样 当我们仔细观察精神疾病发作时 会发现许多隐藏的感受想法 他们会担心被抛弃 能力被质疑的感觉等等 当我们越知道情绪如何演变转移 就越能知道原始的情绪是什么 情绪会用不同的样子出现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 才会发现核心那些原始情绪 如何被完美地掩盖 焦虑是一切精神病症的根源 是现实中的心智警民 如果我们选择压抑焦虑的情绪 焦虑就会变得复杂难以处理 而进一步演变成焦虑症 强迫症 忧郁症等等的状态呈现 逐渐形成了复杂性的焦虑 接着我想要立刻来了解一下 在专业的资商心理师的眼中 为什么暂时的焦虑情绪 会演变成长期的慢性焦虑状态 人类的外在行为上会有哪一些现象 其实就是显示我们的内心 已经进入了长期的慢性焦虑状态了 我想请Angel为我们说明 其中的几项现象 著名的精神分析师罗洛梅说过 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在于焦虑的本质 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实 思虑会被堵住 意识中就会不停的思考 感觉烦躁 为了解决那些混乱 而做出逃避或者是麻醉自我的行为 这些转移情绪能量的现象 就称为焦虑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焦虑分成原初焦虑 跟复杂性焦虑两种 原初焦虑是当我们在遇到潜在的危险 很自然出现的预期警觉反应 焦虑情绪在事件发生的当下 能立即表现即宣泄 情绪就不会被压抑 也不会被扭曲变形 当外在的压力减少后 焦虑的情绪也会和缓 复杂性焦虑是由复杂性的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造成的焦虑 它不是由当下或单一的危险引发的 而是由过去到现在 多重的恐惧所引起的 它有四个特点 与原初焦虑相反 第一个焦虑与现实事件不符合比例 第二虽然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但通常都习惯将情绪压抑 不允许自己表达脆弱宣泄情绪 经常被内在创伤引发的 连续模糊的焦虑感 第三个 心智使用其他的防御机制 加以扭曲变形 可能会演变成其他的情绪 或者是精神状态 第四个 当外在压力减少时 焦虑并不会减缓 或者是马上转移成 另外一种现实压力 过去的各种大事小事跟害怕 还有不安的情绪累积 因为没有及时的处理 而演变成复杂型的焦虑 复杂型的焦虑 就是慢性焦虑 这些焦虑最终会变成一种性格 不会因为事件过了就好转 当焦虑变成生活常态 各式各样的事件 都可以让你焦虑不安 渐渐的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虽然很少爆发严重的恐慌 但是会让你的生活过得不顺心 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书中提到的 几种慢性焦虑的行为现象 第一种是渐进式的焦虑 因为曾经照过小偷 很担心小偷会再次闯入 因此每天睡觉前都会检查门窗 渐渐的扩大成 衍生为检查瓦斯是否有光好 又再度扩大为 衍生到检查全家中的各个柜子里 仓库有没有躲人 渐进式的焦虑 它不会随着时间痊愈 更常是随着压抑的时间 越来越久而扩散出去 第二种是灾难化的思考 总是会想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 越想越严重 最后就会变成难以挽回的灾难 例如担心物资不够用 而开始囤积物品 第三种完美主义 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完美 觉得没有做到最好 就等于是完全的失败 一件事的好跟不好 是在个人心中的感受有关 完美主义的背后是焦虑在驱动的 完美主义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 是有差距的 第四种 是内心的依赖跟独立不平衡 依赖或者是独立 其中一项被压抑 当两者不平衡时 就会造成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 当情感跟理智冲突就会产生大量的焦虑 这是属于一种关系的创伤 创伤可能来自于小时候与父母的互动经验 创伤由各种大大小小的故事累积而成 依赖与独立的内在冲突焦虑 所造成的外在行为 容易会有过度付出 或者是依赖诚信拒绝长大 或者是想要从他人的肯定中获得满足 或是用努力加班 努力学习等等方式来填满生活中的每一个空档 这个部分书中作者有做更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自己来阅读书中的第197页到216页 好的 接着就换Erin跟我们说一下 另外几种慢性焦虑的行为现象 在书中第46页作者列举了一些在生活中常见的为了降低焦虑做出的行为举动 并将这些行为动机拆解找出其中的心理成分 例如有些人工作回家后大吃大喝 表面上看起来是犒赏自己 但真实的内心状况是不是在补偿工作中的无意义感呢 或者是空虚感呢 或者例如有些人在特价的时候大肆采购 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生活所需采买 但真实内心状况是不是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感呢 通常我们很少去探讨自喜这些动作背后的深层原因 反而直接用大吃大喝或是疯狂采购的方式来掩盖伤痛 伤痛的记忆会随着时间忘记 但是感觉会残留下来 作者提到在谘伤时 经常会发现个案非常害怕某些事情 但是真正的去谈论这些恐惧的时候 个案又能很理性的判断没有威胁 但马上又会因为觉得有威胁而焦虑 强迫症就是最好的例子 个案可以很理智的说没有被细菌感染 但下一秒钟又因为害怕被细菌感染而去洗手 焦虑是因为真实的外在恐惧 还是因为内在的心理害怕呢 内在的焦虑似乎和外在的恐惧是两回事 长者是如何连在一起的 举例来说 从小在家暴环境下长大的女孩 她现在虽然长大了 但是看到爸爸的皮带还是会害怕 因为当初爸爸就是用皮带把她打的瘀青 现在看着她男朋友的皮带 她还是会有意无意地闪躲不去看 当皮带等同于受伤和恐惧 恐惧又转移到其他皮带的过程 就叫做情绪转移 也就是说女孩子不只对原本的人事物 带有情绪 当情绪太大而无法承受时 情绪就会移转到其他的人事物上 这女孩不只看到皮带才会焦虑 她想到皮带也会焦虑 当女孩情绪受到影响 内心脆弱的时候 她就会感觉到自己变得渺小 觉得社会上坏人怎么这么多 她不会想起被爸爸殴打的事件 和现在的焦虑有关 但回忆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有很多委屈 很多害怕 同时之间 她能看到爸爸喝醉酒时的无奈 家里重男轻女 妈妈无法依靠 在她心中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混杂在一起 当作者和女孩一起整理这些情绪的时候 才真正将这些焦虑慢慢还原到当初的恐惧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些经过拟屈的原始焦虑 当情绪经验无法找到语言的归宿 她就只能是以无名状飘散在心灵各处 在各种可能被勾起负面情绪的经验场合中 负面情绪就从心里的浮现 被家暴的女孩的确担心眼前男友的皮带 但内心深处担心的其实是更久远以前 被爸爸皮带打伤 却一直没有被处理的负面情绪 对于焦虑的人 总是会想到许多不好的情形可能会发生 也容易越想越严重 最后成为一种难以挽回的灾难 我们就称之为灾难化思考 当我们出现灾难化思考时 大家应该有听过身边亲朋好友会对你说 你不要想就好了 一般心理治疗也才能用正面来处理灾难化的思考 这些方法并没有不好 但对于处在严重焦虑的人来说 或已经几十年来焦虑都入隐随行的人来说 并不会因为一个方法或一个转念而得以改善 在深度的心理治疗中 有几点是需要大家去反思的 第一点 灾难化思考是如何被形塑出来的 会避免灾难的发生 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完美 是如何造成困扰 最后 你是否控制了人生 却失去了自我 这三点反思 是作者要留给大家慢慢仔细思考的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 有时候大脑为了去除掉负面情绪 会做一些紧急处理 避免我们被负面情绪给压垮了 这算是一种保护身心的机制 但这种保护机制 算是一种饮症止渴的紧急处理手段 继续保持紧急手段下去 反而造成了很多身心方面的副作用 关于这方面 我想请Angel为我们多说明一些 请问Angel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焦虑会隐藏在哪些情绪里面 让我们心情好过一点 也就是当我们产生哪些情绪 或是感觉的时候 其实表示我们正在焦虑 第二个问题是 大脑这种隐藏焦虑的紧急措施 对我们的正向作用 与副作用是什么 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这里就先跟大家分享 作者提到的几种 常在情绪之中的焦虑 第一种 常常觉得喘不过气 不想见人 不敢与人交流 在人际关系处理上 也习惯用讨好求饶的方式 这个是不处理情绪 硬把感觉压下去 导致的情绪窒息 长期使用这种方式 我们会忘记如何感受真实的自己 无法展露情绪 而转变成高敏感人格 第二种焦虑 常在假装没关系之中 为了要掩饰内心的 渴望无法被满足 又无法正确的表达出 真正想要的 这种内外矛盾带来的焦虑 就是一次次的催眠自己 没事的 不要想就好了 不想不说 渐渐的就会变得 失去表达的能力 只懂得用生气 来反映不满的情绪 容易变成 只要面对 与当事人有关的大小事 就会引发怒气 让自己处在情绪风暴之中 第三种焦虑 常在生活之中 这类型的焦虑 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 生活中一再的发生 不经意的刻意练习 深度学习 让我们熟悉及学会的焦虑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 但是很难察觉 像是东西摆布整齐 就会觉得怪怪的 甚至是洁癖 也是一种焦虑的外在表现 这种焦虑 每个人都会有 差别只是有没有被发现 以及造成的严重程度影响 这个可以透过了解自己的思考与情绪的运作 反思自己内外相对应的状况 来觉察这种焦虑 第四种焦虑 被藏进潜意识之中 作者说 许多人因为焦虑前去之伤 带着当下的困扰问题去求解 但是深入讨论之后 常常会发现 焦虑远大于困扰 而当他困扰消除之后 强烈的焦虑感并没有因此缓解 这些慢性焦虑的人 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甚至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是焦虑的 像是有些人明明就很难过 却用更多的工作 不停忙碌来逃避难过的感觉 或者是明明就很生气 却用甜食来帮助大脑 抑制冲动的能量 用各种方式将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情绪 压抑进潜意识之中 模糊引发焦虑的事件带来的情绪 这是因为过度强烈的焦虑 可能会让一个人的精神摧毁 因此大脑会将一部分的恐惧 转换成可以接受的害怕 或者是选择逃避忽略的方式 按下暂停键缓解情绪 好为自己争取思考的空间 做出更好的对应方式 但是如果一直把焦虑 藏进潜意识之中 不断的忽略焦虑 无视情绪 人原本拥有的自主性和求知欲被压抑 自己知道自己正过着 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渐渐的也会对生活失去热情 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一旦我们的某些行为过度频繁发生 超出常态了 就有可能已经变成是一种病症了 但是人的身体在健康与生病中间 有一个灰色地带 模糊地带叫做亚健康 心理状态也有灰色模糊地带 再度提醒大家 一个人的心理或行为是不是已经到达生病程度 真的是要靠专业的资商心理师或是精神科医师 才有资格来判断 大家千万别以为某一个人自学看了几十本相关心理书籍 或是他上过几次心理方面的课程后 就有资格来为你下断论哦 从这本书的内容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焦虑的人常常会形成一些强迫思考 甚至演变成强迫症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强迫思考 只是我们不自觉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演变到了强迫症 甚至强迫症还会变形 延伸出各种常常听得到的一些心理疾病 这个部分我想请Arene为我们解说一下 现代社会中的强迫症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情绪 想法 还有延伸出来的心理疾病呢 强迫症是一种焦虑衍生的精神疾病 强迫思考是强迫症的第一大症状 刚开始有些事情在心中想不停 就是强迫思考 渐渐的会发现这些想法无法停止 还会在各种时刻突然冒出 称为侵入性思考 强迫思考是焦虑的主要症状 而强迫行为的展现 也就是成瘾行为的原因 因为它必须透过行为 消除不想要的心理感觉 有可能是空虚 寂寞或是其他 强迫症最常见的就是怕疼或怕污染 因此衍生出洗手消毒等行为 其他常见的担心灾难 例如实时挂心 瓦斯鲁是不是有关好 门窗是不是有锁紧 我想到一件事情 这几年大家逐渐知道原生家庭的影响力有多大 《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讲的是阿德勒心理学 其实阿德勒被大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Arene能不能够继续告诉我们 原生家庭给予的心理创伤 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焦虑情况呢 小时候家里气氛影响我们的力量 比家庭教育教导我们的内容更深远 当照顾者处理情绪的模式不同 孩子会学到不同的态度 他会跟着照顾者的情绪上下波动 大部分的情况下 当小孩子出现原初焦虑时 照顾者赋予原始焦虑的意义 决定了小孩子是否会转变成复杂性焦虑 以贫穷的家庭为例 夫妻双方同年时家庭都很穷 孩子和父母对于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感到担忧 也引发原初焦虑 但根据父母的反应 可能衍生出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安全型家庭 父母会让孩子感受到不用太担心 就算没有钱 我们也会一起努力想办法度过 让孩子对于生活贫困的状况不用太担心 第二种是警觉型家庭 妈妈会不断强调爸爸的辛苦 因此要花任何一毛钱都会感到不安 警觉型家庭的孩子会感受到没有钱的恐惧 很自然想要去赚钱 甚至会觉得家庄没有钱就没有爱 第三种是批判型家庭 爸爸妈妈会说再也没钱买下一餐了 孩子被当成累赘 这时候孩子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批判型家庭的孩子会很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为了维持自身的价值不敢停下来休息 第四种是忽略型家庭 爸爸妈妈为了赚钱不太理孩子 即使孩子有需要 爸妈也会当作没听到 忽略型家庭的小孩感受到孤独 会驱使他们向外寻求情感的支持 在关心中他也是总是担心对方会离去 第五种是解离型家庭 爸妈妈妈颓废在家 放任家里穷就穷 脏乱就脏乱 没有人再照顾这个家 解离型家庭的孩子感受不到爸妈的功能 人生没有一个积极的榜样可以模仿学习 第二到第五种状况 孩子会从担心没有饭吃的原初焦虑 转变成没有钱的结果就是会导致家庭失和 也变成痛苦和寂寞的复杂性焦虑 丈夫在童年被认为是个累罪 产生了没有钱就没有爱的恐惧想法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月薪十几万的高歇主管 但人就会拼了命把空闲的时间拿来兼裁工作 上课培训 马不停蹄地提升自己 妻子则是在安全型家庭被好好养育成长的 对于金钱没有焦虑感 丈夫看到妻子悠闲生活时 会认为妻子不上进 当然面临困难 很容易使用过去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我们必须要能了解自己的心智是如何形成的 要知道哪些固有的恶性循环 作者以原初焦虑为例 家中出现了一只会叮人的蜜蜂 真实客观蜜蜂是让人害怕的 也会引发原初焦虑 这时候如果妈妈镇定地说 他会咬人 让我们小心打掉就好 或者妈妈激动地说 那很可怕 被叮到会很严重哦 被死掉 赶快躲起来 妈妈的这两种不同的反应 都决定了孩子在往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原初焦虑 害怕蜜蜂不只是害怕蜜蜂 还掺杂了害怕妈妈的反应 学习到妈妈的恐惧 好多的原因让害怕蜜蜂不再是一起单纯的事件 原初焦虑逐渐转变成复杂型焦虑 焦虑很多时候都是彼此心理上的传染 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现在社会走向多元化 有时候我不禁会觉得 现在的社会好像有越来越多种类的心理问题 心理疾病一直被发现 或是延伸变种出来 焦虑强迫思考强迫症的现象 是不是有走向越来越多种的变种 变形的样貌 作者钟伯安在书中用的字眼其实很中性 他用的是多元化 请Angel跟我们说明一下 在现代社会中焦虑行为会怎么样变形 先讲几种多元化的样貌 来Angel 这里跟大家分享作者提到的四种 随着时代改变而出现的多元焦虑样貌 第一种逼自己工作不能休息的工作狂 他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觉得我的努力还不够 也可能是对金钱的不安全感 第二种总是害怕不够的除物症 有些人在家里囤积了好几年都用不完的卫生纸 清洁用品 通常本人对这种焦虑是无感的 会不自觉的累积自认为需要的物品 而且没有上限 如果他停止了囤积某种东西 不是因为他觉得够了 而是他发现他有更需要的东西 要把心力放在收集其他东西上面 第三种情绪性禁食 因为压力大 下午茶来杯手摇饮 甜点输鸭 下班后 啤酒 透过吃来转移焦虑的情绪 化杯份为食量 把不愉快化作食欲 用美食来麻醉自己的情感 非常常见 大家应该也能举一反三的想到了 有些人不是用吃 而是用线上游戏 疯狂购物来转移焦虑的情绪 第四种 错字与象征 原本对A感到焦虑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因此转字成B 例如 作者说他高中的时候 认为身体没有被禁止照到的部分 就会被斩断 所以他经过禁止的时候 一定要默念固定的一串吉利数字 这个听起来就很荒谬的原因 也只是衍生出来的 在深入探究之后才发现 禁止是他对自身无能抵抗的脆弱的反应 上面说的这几种例子 可能有相似的症状 但也是代表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症状 但代表相似的意义 焦虑行为的变形 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深入探讨个人的生命历程 才会了解 听起来焦虑会让我们跟自己的心理或身体处不好 那么我想要继续了解一下 焦虑会不会让我们跟别人也处不好呢 情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需求之一 自身的焦虑情绪当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首先我来说明一下关系焦虑 常见的例子就是伴侣分手 外遇 想分分不开 想合合不了 家庭关系中父母的情绪勒索 照顾者的批判或不重视 自己强迫自己符合对方的期待等等 面对刚刚说的这几种关系 所产生的焦虑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害怕失去 即使不喜欢特定的关系 但仍然想要在这一段关系中得到爱与关怀 因为怕不被爱 所以会用强迫的方式要求保证 而将大量的紧张情绪倒在他人身上 比如 你如果不说爱我 我们就分手 这也会引发接受他情绪的人 产生不满 沮丧 情感被绑架的焦虑 而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接下来来说明金钱焦虑 在现今的社会中 能赚多少钱 拥有多少资产 常常被扭曲成个人的价值 作者认为 当你把金钱与内在自我价值的画上等号 就等于是焦虑的起点 假设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未知 且无法掌握的他人的目光 那么他注定就会变得焦虑 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知道 自己是否已经足够了 所以他会说服自己 我必须要符合他人的所有期待 在这种金钱等于一切的认知模式下 会引发各种不同的焦虑行为 例如展开工作狂模式 爱比较 或者是知识焦虑等 甚至是把这种焦虑情绪延续给下一代 我想请Erin为我们说一下 变形的焦虑行为 而且是已经严重到影响身体完整性 精神完整性的那一种 绿病症是一项曾经被列入焦虑疾病的精神状态 绿病症的患者会不断担心自己得到某些疾病 因此他会去做健康检查 假如都检查不出来疾病 这会使他稍微的放心 但他更容易想到的是 应该只是疾病没有被这个医生 或这个仪器检查出来 于是他们会陷入检查与恐惧的轮回 不断地寻找下一家更有公信力的医院来做检查 另外作者提到 一个人在处于巨大压力且极度焦虑的时候 会同时具有多种精神疾病是常见的 从来都不是有某一个转捩点 让一个人从轻微焦虑变成严重精神困扰 都是有多重的原因且互相影响交织而成 当我们看待由焦虑衍生出的疾病时 我们必须更仔细地了解这个人生命中发生的各种事件 而不是只去钻研如何消除这个症状 每一个慢性焦虑的症状背后都有复杂的原因 要把这些复杂的生命故事整理了解清楚 不能有模糊的恐惧感 不然很快又会出现另外一种严重的强迫症状 还有当焦虑被严重压抑时 或者为了避免焦虑 大脑与心智的反应会将焦虑扭曲成其他的精神症状 大家可以来看书中第46页提到的行为表格 大脑与心智为了舒缓与释放焦虑 有时候未必会采取有效的行动 而是当行动变成严重困扰时 焦虑会大爆发 但脆出的焦虑常常被压抑而遗忘 作者一再强调那些原先被压抑的焦虑事件 其实才是处理的重点 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也跟我一样 知道了有问题的问题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了强迫症 囤积症 忧郁症 购物狂 暴饮暴食 容貌焦虑 工作狂等等的行为问题 它的根源都是焦虑 所以只针对刚刚说的这些外在行为去处理 就算是立即见效 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另外我也听出来了 焦虑跟我们的自我认同 自我价值有关 这部分请Angel来说明 焦虑与自我价值的关系是什么 要为我们多说一点哦 请 人的性格塑造过程中 透过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模式 来了解自己生命中想要什么 而这之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称起一个人的核心 是对自己某种程度的信心 这份信心支撑着我们追求想要做的事 正在做的事 跟前往未来想要去的方向 但当然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不同 这通常就会涉及到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如果这份信心不足以支撑理想 受到打击就会感到焦虑 但为什么自我价值会有低落的感觉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常常感到焦虑不安 我们就需要被安抚陪伴给予保证 才能继续勇敢的持续的走上自己 成为自己的路 如果在成长路上的焦虑 一次次的被忽略 被扭曲 得不到支持 就会失去 就会让人失去信心 觉得自己不够格 甚至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那么要如何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呢 我这里先讲一下提升自我价值感的四个思考的角度 大家可以自己看书 可以更清楚知道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 将情绪的主控权拿回来 不要让外在的人事物影响你的内心 这是一种焦虑的处理方式 这样你才能清楚的看到焦虑是怎么影响你的 第二在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拉出一个空间设立界限 用于缓冲消化焦虑 这会影响我们日后能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尤其是当你的想法受到批判时 能相信自己以及有弹性调整的能力 第三停止用外在的标准来抚慰焦虑 如果将自我的价值建立在外在物质上 当外在的东西不再存在时 自信就会跟着崩坏 第四 认同焦虑情绪的存在 焦虑就是无法被执行的欲望 也是身为人需要变得完整的重要部分 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坦白说 我个人看过很多资商心理师写的自救书 但是我会推荐的自救书其实是很少的 这本书是慢性焦虑 是我少数会推荐给别人的自救书 虽然这个世界离大家都能够理性看待自己 与别人心理问题的这一步还非常的遥远 不过开始阅读这些资料书籍 是我们打开心胸去接纳包容自己跟别人的第一步 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深入阅读这本书 慢性焦虑 这本书的作者是庄博安 前面我们提到过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正在焦虑 也就是它其实是缺乏病逝感的 我们能不能够透过最简单的一两项特征 来了解自己其实处于焦虑状态中呢 我们不容易立即察觉自己心里的焦虑 但我们可以从身体的讯号来知道焦虑即将到来 身体和心理是有连接的 睡眠是最明显的指标之一 只要失眠或是很早起醒来 就可以知道自己在焦虑了 只是在焦虑些什么呢 就得从生活中找找 如果我是一个有病逝感的人 我已经很快就发现了 我正在焦虑的状态中 我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状态 我应该怎么做 比较能够有良好的结果呢 Arene 麻烦你继续为我们说明一下 来 知道自己在焦虑是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所以无论是自我分析或是心理治疗的过程 都不会是环绕着知道 知道反而变成一种防卫 我们知道这些经历很痛苦 但却没有办法感受到情感所带来的伤害 只有重现疏通情感才能得到舒缓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作者提到可以写下来或说出来 我们对于创伤的记忆大多是堵塞的 也无法赋予意义 透过写下来或说出来 我们就能重新整理 并提升自己生活与生命觉察的程度 自我觉察提升了 才能有自觉感受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焦虑 这是让感觉归位的过程 那些让我们焦虑的事情 从客观的角度看来都是小事 但在个人内心的主观世界中 都是爆炸性的大事 因此治疗焦虑时 情绪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是高敏感人格的人 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高敏感的人 大家可以去找一本书 高敏感是种天赋 这是由三彩出版社出版的 高敏感人格的人 是不是比较容易焦虑呢 相反的 如果不是一个高敏感人格的人 他是不是比较不会焦虑呢 这个部分请Angel为我们说明一下 作者庄博安的说法 作者庄博安认为 是不是比较容易焦虑 影响最大的 是童年时期的主要照顾者的态度 如果1天24小时中 主要照顾者是妈妈 那就是受妈妈的影响最大 当主要照顾者的情绪受到波动 而严重影响到小孩时 小孩也会产生模糊的负面情绪 而对周遭环境贴上危险标签 心中也会蒙上一层不安的感受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也被太多的社会价值观绑架 例如赚很多钱才是成功 听父母的话才是孝顺 不可以顶嘴等等 导致我们擅长掩饰自己的情绪 习惯静音 不提意见 放弃冒险 但是年纪小的我们 没有能力及时处理焦虑的情绪 焦虑绝对不会因为时间的冲淡 也不会因为不去想而消失 反而会因为一次次的压抑累积 变成慢性焦虑 而让这种焦虑与恐惧 在家族中蔓延 完整的感受自己 检视自己过去的生命历史 理解当时自己焦虑的心情 并且学会在原初焦虑出现时 就能与他共处 妥善的处理事件 就不会变成复杂型焦虑 更不会转成慢性焦虑 作者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高敏感人格 高敏感人并不是一种错误 重点是要让情绪找到出口 让高敏感成为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工具 而不是困扰 这十几年来也很流行正向心理学 正面思考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体两面的 陆陆续续大家也慢慢发现到了 正向心理学正向思考 如果用的不太正确的话 其实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甚至还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或者是把问题变得更难处理 这部分就请Erin为我们说明 作者庄博安的说法 正向心理学认为乐观使人健康 但许多人甚至是许多心理专业人士 都会将这种结果误用 他们会对一个原本悲观的人说 你乐观一点 人类的思考和情绪系统 是从小到大慢慢形塑出来的 我们称作性格 性格并没有办法在形塑的过程中 持续叫他乐观 他就会变成乐观的性格 硬是将乐观套在悲观的人身上 他们只会觉得受到指责 以及被迫和其他乐观的人做比较 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于是变得更负面 对他们来说 正向的语言变成了一种指责 书中举了一个保险业务的例子 这个保险业务每天起床 都会拨换正向话语的录音档 他来咨询的原因是 因为他觉得负面情绪是不好的 他只想要有正面情绪 但是要消除负面情绪 总是要先讨论负面情绪 但这位业务用伪装的正向情绪 来将真实的负面情绪隐藏起来 也就是他阻隔了自己所有的真实情绪 所以他就陷入了极端忧郁的状态 人格中同时有正向与负向的两种部分 想要变得正向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转换过程 这里所说的有意识 并非告诉自己我要正向 而是他们自由地感知正向与负向情绪 依自己的需求 在正向与负向情绪中调配中 调配出满意的比例 之前我们说过一本书 全脑人生 里面提到了二号人格 是由负面情绪来驱动的 三号人格是由正面情绪来驱动的 表示我们的人生 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负面情绪 来协助我们做某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不能够完全没有负面情绪 但是负面情绪让我太不舒服了 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负面情绪呢 这个部分请Angel为我们说明作者庄博安的说法 作者说根据研究显示 拥有情绪多样性越高的人 比拥有高度正向情绪的人 更不容易陷入忧郁 因为你能感受到 也能表达自我 能够自由的和正面与负面的情绪之中 传说才会让你的内在更有弹性 焦虑是所有情绪前的一种正常反应 焦虑帮我们厘清在乎什么事情 提升对生活的热情 陷入低落时 我们才会反思正在恐惧什么问题 不压抑负面情绪 才能保有一个人的完整性 理解焦虑是无可避免后 不要想着完全消除焦虑 我们要做的是降低焦虑 透过时时刻刻的觉察 将焦虑维持在一个能和平共处的水平 这种焦虑反而能促进我们思考 此刻的内心是在期待 或者是恐惧什么 Angel 作者庄博安还建议我们 我可以怎么去思考转念 去处理我的负面情绪跟焦虑呢 该如何学习跟焦虑共处呢 精神分析师温宁考特 认为我们外在的世界跟内心的内在的心底之中 有一个地带有一个空间领域 这个领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 这个过渡的空间大小范围完全看真实体验的累积而决定 这个过渡空间具有安放情绪的能力 焦虑可以在这里被思考 再做出适当的回应 作者建议我们试着练习自我思考 可以从内在缓解焦虑 当我们觉得有一些焦虑时 可以先问问与外在情境有关的四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引发我的焦虑 第二如果一到十分一分是不焦虑 十分是非常焦虑 我会想到哪些处境各是几分 第三通常遇到这些症状 我的反应是什么 第四我都怎么避免这些外在的情境发生呢 接着可以问问与内在冲突有关的八个问题 第一我现在的情绪感受是什么 第二我的情绪感受和外在刺激的比例 相符吗 第三不成比例的情绪 让我联想到过去的什么事情 四这个情绪是哪几个思考互相矛盾并产生冲突 五虽然会不耐烦与焦虑 但我能够思考情绪而不立即做出反应吗 六我的思考是否过度理智 七我是否被情绪控制而失去理智 八我能在两极化的思考中取得平衡吗 透过一次次的练习与思考 让自己厘清焦虑的原因 才能够认清现实 适当的调整自己 进而重新成为自己 书中的第251到268页 作者庄博安针对每个问题 都附上了心理师的叮咛 想做自我提问练习的人 非常建议你亲自来看书哦 那么从外在层面 我们也有方法可以来缓解焦虑吗 请Erin为我们说明 作者庄博安的建议 从外在缓解焦虑 作者建议可以从五个温柔的方式开始 第一是停止让外界的讯息进入 当我们想要重新整理自己的情绪时 第一步就是避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 因为原本的心灵已经非常混乱了 暂时不要再增加额外的负担 第二是呼吸 严重焦虑会造成呼吸急促 当我们能够有意识的呼吸 不要去评论自己身体的状态 只是观察会逐渐感受到各种不同的情绪涌现 只要我们能持续专注的呼吸 所有的情绪终究会过去 第三是倾听内在 倾听自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因为被我们压抑越久的人事物 代表我们内心越抗拒面对 也容易在出现负面情绪时就想要逃避 倾听就是重新感受情绪在身体与心理的流动 需要一个能够顺利的疏通管道 这时候透过语言或书写来将情绪归位 第四是用自由书写的方式来写日记 书写是一种将心灵能量实体化的过程 能量变成了实际的东西 让我们看得见很多事情只在脑袋想 写在纸上对别人说出口 这三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 写下文字可以实实在在的体会出 情绪与自己的存在 第五是与人的交流 与人交流的重要意义在于 我们需要重要的他人陪伴 在我们内心无法确定的时候 就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协助 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找找自己身边的人 尤其是本来就对他感到信任和放心的人 和他们多说出话 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 焦虑是许多心理困扰 心理问题 心理疾病的发源地 Angel 我想请你帮我们总结一下 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焦虑 还有焦虑带来的各种面向的问题呢 作者在书中不断地提醒大家 只有能真实地感受内在的情绪 情绪才能真正地被放下 不要害怕负面的情绪 负面情绪也是正常会存在的情绪 我在这里帮大家浓缩成几个重点 第一情绪反应四种本能反应 包括伤心失望愧疚等等 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忘了怎么表达某些情绪 请试着赶快去找回来吧 第二接受不完美 我们不需要成为完美的人 只需要成为完整的人 第三不要用幻想来取代可能会面临痛苦的事实 例如用如果我搬出去住就不会被妈妈情绪勒索了 这种非现实的说法来洗脑自己 四将新的体悟经验融合进自己的人格之中 重新成为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人 五重视自己的焦虑情绪 及时处理 不要让焦虑演变成复杂型焦虑 甚至变成慢性焦虑 六当焦虑的状况已经严重到 自己无法附和时 不要害怕就医 寻求药物及专业心理治疗的帮助 以前的社会环境 对于心理困扰 心理问题 总有许多刻板印象 或者污名化的现象 随着心理卫生教育的普及 大家渐渐比较不会随随便便 就给受到心理问题 或是精神问题困扰的人贴上标签 这本书慢性焦虑 教我们怎么辨识我们是否长期处于慢性焦虑中 也告诉我们各种有问题的行为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正在焦虑 当然也告诉我们要如何面对焦虑 我们对这本书的讨论就到这里咯 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下一本书的讨论 在这之前大家依旧别忘了去看看我们以前的说书影片 这里是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